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分享史證法治命令 我今天講事業第21篇 第21個案例 那麼這個案例呢也非常的精彩 非常值得各位來共同研究 那我個人手上呢 這個很多企業家 達官貴人的這個命照很多 那我特別當然去挑選一些呢 我覺得呢格局特別的比較特殊 各位比較平常在批命算命當中 比較不容易碰到的這種命照 那這種命照呢 有時候各位呢一入手以後一看 不知道從何論起 所以呢這個我舉這種這種例子 那我們來充分的分享它整個過程 我想各位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那我未來繼續呢我都會妄下再講 各位好好的聽 那這個這個例子呢是 台灣一個非常知名的企業家 也是過去名列台灣十大企業家之一 那麼它目前的企業還在蓬勃發展 雖然它在2016年過世了 但是它留下這個食品集團呢在台灣 還是不斷的在擴展 那麼不斷 不但說公司規模不斷擴大以外呢 那麼它本身的公司的形象也非常好 所以這個值得我們研究一下 它這個人為什麼有這樣子的能力 這樣子的格局來開創這麼大的一個事業 那我想各位應該知道了 它就是台灣最大的食品集團 創造人高董市場 那它在2016年過世 活到88歲 那我想這種命照是非常值得我們來詳細的探討 這種探討也可以完全的印證 它過去所發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那從這裡面我想我們的收穫會特別大 因為畢竟已經走過一生嘛 好 那這個命局呢各位看到 它是1929年5月24號出生 這個命照也是難能可惠啊 也是我的這個網友朋友呢 本事朋友呢提供給我的 這個都是剛好是有機緣的 拿到這種確實的出生的這個時間 大家看這個命照給我 我個人一看就可以知道這個命照對不對 因為這個人的一生情況怎麼樣 大致上都知道嘛 如果命照不對我一看重點就知道 這個命照有問題 這個命照是完全對的 那為什麼它會這個樣子也是完全印證它這個格局 那各位看到它這個八字牌應該非常特殊 幾世幾世幾世認身 那麼從這五行裡面可以看出來 幾世嘛 講到這邊我稍微講一下 過去有一些網友會問我說 老師你在論壁當中好像不太重視這個八字所謂的強弱 我跟各位講八字強弱的問題 當然過去我們學八字嘛 第一個它會教你嘛 入手以後呢先斷強弱嘛 明洗祭嘛 取用神嘛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那個都是比較低的層次 斷強弱 八字的強弱 是不是決定這個人的好壞這個人的一生的成就 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大量印證以後呢 如果這個格局有入一種比較特殊的格局 你就不要去管強弱的問題 就是用特別格局去問 它根本跟強弱無關 所以呢 我在這邊順便答覆 很多網友一直在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外面在上八字的 經常就是用強弱在論它的脊胸 我告訴各位 這個都非常淺 也經常你會犯錯 我可以舉一堆例子 它八字非常的弱 幾乎是沒有根 但是它是上市公司的老闆 因為那個格局都比較特別 入一種比較特別的格局 所以呢 沒有跟強弱無關的 它是用特別格局的喜劇去論它 所以各位呢 學八字一定要慢慢的讓自己進步 不是落在那種所謂的 我過去呢 因為人家算命也是 他們都只有看強弱的問題而已 這個很淺 好 那各位看到 這個八字我剛剛各位說 這非常特別 幾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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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八字我可以把它論為是怎麼樣 第一個它具備三棚 天干三棚 天干如果有三甲、三乳、三潤、三潤、三潰水 每一個三民革都有它的口訣 那三脊的口訣我記得是這樣 三脊 離背負 兄弟各一方 三脊會離背負 等於是它跟父親比較沒緣 弟子又是都是陰 所以跟父親會離背負 跟父親比較無緣 兄弟各一方 兄弟也是各聚一方 各聚一方 那 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確實沒有錯嘛 背禮負 他這個 他父親我待會會講 他父親十十歲的瘦 他父親就過世了 當然筆節多了 本來就會有刻薄的現象 那再走筆節那當然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原因這個也是對 再來呢 我把這個八字定位為暗衝入馬格 我們在原來子品裡面古法裡面 有兩種叫 飛天入馬格 另外一種叫倒衝入馬格 那這個格局 那兩個格局以後有機會 我會提出這個例子 來跟各位分享 什麼叫做倒衝入馬格 什麼叫做飛天入馬格 那我這個我把它稱為叫做暗衝入馬格 暗衝嘛 因為它三個字嘛 各位要記住 弟子如果有三個字都一樣的話 它一定會暗衝 剛好對應的那個字 三個字它會衝出一個嗨 那兩個字它會暗合一個六合的字 各位記住 就像來弟子有三個五的 兩個五的話它會暗合一個位喔 那兩個子的話它會暗合一個籌 但是三個的話它會暗衝一個東西喔 這為什麼 這我不知道為什麼 古法就是這麼寫的 那我們只能夠去印證是不是所講這樣是對 對不對呢 所以這個八字呢 我稱為叫做暗衝入馬格 所謂入馬各位知道嗎 財官就是入馬 那三個四它會衝一個亥 那麼亥中是韌甲腸啊 韌甲腸就是它的彩跟官嘛 不是嗎 亥中韌甲腸嘛 所以呢各位看到 它這個八字你沒有看到亥字喔 但是其實就是有亥字的存在喔 那這個孩子存在以後呢 有什麼好處呢 這當然認證就得到長生位置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八字已經具備告訴你 這個身亡 這財其實也是亡的對不對 沒有錯嘛 這個人啊 我們看資料喔 他一生啊 從三十八月開始 開始出來獨立創業以後 走到他八十八 大概是五十年嘛 這五十年當中 整個企業的發展 大概晚年的時候 他要交爆 但是他整個企業還是不斷的往外 不擴張 總共呢 大致上算一算 他大概跨足呢 十九個品牌 等於從食品開始呢 慢慢延伸到食品、超商、百貨 這個運輸、快遞、醫療 還有金融證券喔 甚至還有這個什麼 渡假村啊 還有成立棒球隊 統一棒球隊也很出名喔 不是嗎 所以這個 不斷的這樣擴張 那我 上一節也講過喔 所謂的暗衝格都是怎麼樣 從無宗生有 他會無宗生有 創出大事業 這種叫做暗衝 沒有看到嘛 但是他衝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 我把它定位喔 他具備三本格 那具備呢 暗衝路馬格 那麼再來第一次一個非常特殊 他這個叫做行貴 什麼叫行貴 各位 我過去講過嘛 任水兔舌長嘛 任水的天以貴在世嘛 以己屬猴鄉嘛 這個己土 他的貴 他的天以貴是在生嘛 那這兩個一行 不是行貴嗎 行貴啊 都是好命啊 所以這個方式呢 那再來我過去也講過 地支喔 世生之地啊 用物生強啊 用物生強 用物生強 遇之發福 地支如果都是世生之地 衍生四害嘛 這叫世生之地啊 世敗之地就是什麼 植物保有 世敗之地 男朋友興衰女朋友孤獨 那世生之地呢 用物生強 遇之發福 這什麼意思啊 人如果生在世生之地啊 這種人啊 第一個呢 當然啦 世生之地嘛 活力十足啊 對不對 有膽識有魄力 那在我們運走好的時候 發的裡面也快 遇之發福嘛 所以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喔 那個世之多義馬 其實喔 各位以後看到義馬 學問也非常大 義馬有很多種 有一種馬頭帶劍啦 馬後加鞭啦 齁 那麼這種是 叫做什麼 馬頭連江 什麼叫馬頭連江 就是你的日食 這邊 帶義馬 但是逢河 這邊如果河到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河到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叫做逢河 叫做馬頭連江 好 那麼我們歸於古話裡面講過嘛 義馬無江啊 南北東西之客 南北東西之客 義馬無江 他沒有縫河嘛 到處跑 衝來衝去的 奔波勞頓之命 奔波勞頓之命 那這種義馬縫河 你看那個河啊 河過來 所以呢 這個叫做標準的 馬頭連江 那麼這種在古話上面呢 馬頭連江 又逢財心身旺 必是巨大財富之人 馬頭連江 又逢財身旺 這個我剛剛講過 任水通根在海 海沒有看到一樣 那麼他也是通根在身 得地在身啊 那走到這個地方來 大發嘛 不是嘛 走到財地嘛 就是大發 必是巨大財富之人 這完全跟古法所講的 完全對 所以這個 我們過去也講嘛 極神坐馬呢 有順利之動 超千之行 超千之行 貴人益馬 貴人益馬 多身著馬 常人益馬 多奔波嘛 所以地支有馬的 有好有壞 常人益馬 多奔波勞頓 為什麼 他就是馬頭代見 馬後加鞭 當然也不一定是 馬頭代見馬後加鞭 一定不好 格局要整個來看 但是基本上這個八字呢 基本上是 我們稱為叫馬頭連江 駝馬 駝馬 駝馬做財 你看到沒有 義馬與財心同處 義馬與財心同處 光這樣一看就知道 這個人財源廣盡 那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巨大財富之人 好 所以我想這個八字 整個格局這樣子看起來 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 人生絕對是一個波蘭壯闊 非常人 絕對不是一般人 那麼 他這個地支也帶三盆 那麼地支三盆 在古代裡面也有提到 他經常是大貴之命 那麼地支三盆 他經常有的現象 就是 會在 會有人貴人提序之下呢 走向成功 成就揮板 在古華上面有提到這一點 等於是地支三盆 他三個四嘛 所以會有貴人提序嘛 沒有錯 這個八字完全印證古華所講的 這個人他真正的成功 是由他的表姐夫 一路把他提序上來 他如果沒有他表姐夫呢 把他慢慢地 牽到他公司裡面去 後來他自己又獨立創業 他表姐夫也都供資金給他 他這個人絕對沒有 當初這種機遇 所以這個也完全對 地支三盆 在藏得貴 而且這個印啊 這個都印啊 所以長輩啊 這個長輩提序嘛 那各位看到彼杰多 本身也是融合力非常好 對不對 融合力非常好 容易得到朋友之助 所以彼杰多的人啊 彼杰多呢 在物相上面以為是劫財 其實呢 他本身也是能夠幫你賺錢 很多朋友幫你賺錢 所以也容易得到朋友之助 所以這個八字我們大概這樣看起來 各位我們已經把格局做確認了 他是按衝入瑪格 好 那我們來印證一下他的一生 那這個人當然 如果以三相來看的話 火生土嘛 土生金金生水嘛 我經常看八字 我第一個先看整個相 它整個相是怎麼 整個氣是怎麼在走的 再來就是看整個格局是什麼格局 我們再來往下斷 那麼這個相嘛 火生土嘛 土生金嘛 金生水 所以走到木呢 也OK啊 那走到水的話 大八嘛 我剛剛講過啦 剛剛講過 這個走到水 它本身一定是 碼頭連江嘛 這個它本身 又給我這個 碼頭啊 做財啊 佗財之命 那走到財的時候呢 財旺之地呢 一定是大八嘛 所以我們來看 他六歲 十六歲 六歲這個是走路程 他的 結財 那本身 筆結已經很旺在走結財 那當然啦 一定傷到父親嘛 他父親沒有錯 我們查資料 在十四歲那一年 任五年 他父親就過世了 等於是在結財 一般啦 八字多筆結多 早年又走陽陣的話 大概你可以斷啦 他父親大概過不了關啦 我的印證是這個樣子 那他這個 因為要比結這麼多 印又這麼旺嘛 那當然是對抗這個財心嘛 對不對 所以 然後這個又帶服飲嘛 帶服飲 表示那個公衛也有問題嘛 所以 這個答應呢 父親就沒有過關了 十四歲 那他這個人呢 就是父親走了以後呢 他母親家事還不錯 他母親呢 在台南算是旺處 所以他就乾脆跟他母親搬到台南 台南以後呢 他母親當然就介紹 他親戚很多 都是企業家嘛 那就去跟親戚 所以在二十六歲那一年 那另外呢 我們來講他結婚 這個密照對不對 其實呢 我就看結婚就知道對不對 我們一查資料1949年 二十一歲幾首年嘛 那為什麼會在幾首年 二十一歲就結婚 因為丁馬嘛 丁馬當然是暗和嘛 是暗和 丁任和嘛 這個也是暗和嘛 不是嗎 丁任暗和不是引而之和嗎 一般來講 你只要丁任和 丙心和那種單一 也比較容易結婚啦 男影之情嘛 印和正才嘛 對不對 好 在幾首年 為什麼幾首年 這個也很好解釋嘛 幾首跟你的日祝幾世 不是共一個私有醜嗎 那整個望今來生水不是嗎 就生到這個財 然後又合進來 夫妻公嘛 婚姻公也都合進來 不是嗎 所以結婚了 完全正確 幾首年 二十一歲就結婚了 好 那二十六歲 那個大恩 各位看到 這個丁任大恩進來 你看嗎 這個眼力進來以後 就暗和那個亥嘛 我稱為叫和露嘛 暗和露位 他開始呢 人生就另外一個開始 齁 那麼他的表姐婚呢 剛好要成立這個 台南婚制 那麼就把這個年輕人引進來 剛開始也不是當很高的時候 慢慢從課長慢慢 往上當 後來聽說 看到總經理 能力非常不錯 這種命啊 本身呢 精力十足 有膽識 有魄力 做事情呢 比被人衝刺 比被人積極 那在他南婚制那幾年呢 表現非常好 非常好 那後來呢 他覺得差不多了 人生差不多應該可以出來創業了 在三十八歲那一年 零五年出來獨立創業 那各位知道 我們一般命啊 如果身旺 走到財官 尤其是走到 如果說你八字上面有財 走到官位 或者是有印走到官位 那經常都可能 會出來獨當一面 你看嘛 走到三位嘛 七十一出來以後 他就開始獨立創業 在零五年 零五年 獨立創業 所以這個八字各位看到 他走到火也OK啊 為什麼 火嘛 火會生土生金嘛 那整個化 整個氣勢還是旺的 所以這個跟強旺沒有關係啊 如果說你用強度去斷 走零五年 怎麼會好呢 其實八字是順不順暢的問題 你不要管他到底強不強迫 等於說這兩個字一進來以後 他八字是不是順 還是順啊 對不對 火嘛 火生土不土生金金生水嘛 也沒什麼問題啊 所以他獨立創業了 那麼經過大概也沒很多年了 八九年以後呢 他就 他事業 這種事業發展特別快啊 這種沖隔啊 那種事業義嘛 充裁的這種隔 這種隔度 就事業發展特別快 這個 他46歲那年 就獲得台灣十大企業家的這個頭銜 這個不簡單啊 這個不簡單 46歲 佳智這個大銜 一剛好一過來 夾一出竿夾幾何嘛對不對 正觀和日主 在社會上開始 有權有地位 那麼在46歲假銜 或者台灣十大企業家 那麼這中間呢 我就不再順速 因為他事業發展非常快 投資轉投資非常迅速 而且用人得當 這種呢也很會用人 他當時呢在49歲那一年啊 他就用了一個人幫他 開始呢 這個成立那個7-11 現在7-11是全台灣最大的這個超商品牌 那麼這個人啊 剛開始千幾年是虧損 後來馬上 就開始賺錢 現在目前是 大概是整個集團裡面的錢賺最多的 最多的一家公司 在49歲那年進軍超商 你看嘛 從這邊開始 他人生開始 一路上來 這種命主要才 金水運 金來生水也可以啦 水直接拓旺也可以 這個就是人生一個 完全不同的一樣 好 那我們在資料裡面可以看到 在某一個運裡面 他曾經有投資那個電子業失敗 製造 製造業 製造業失敗 製造業失敗 那這個人搬之前呢 還是洗水嘛 洗水 那如果做製造的話呢 有時候製造業呢 就比較不是很順 不是很順 所以他做水流通事業的話呢 他非常非常的順暢 像做超商啊 或者是百貨業啊 或者是那個藥品 藥品流通業 這個都非常好 金融也可以 好 所以 那 這個地方為什麼失敗 因為走到賀害運 這個害運填死 好 我過去跟各位講 暗衝 暗河 暗拱 都不喜歡填死 填死為兇 所以在害運嘛 他就填死嘛 所以 有幾年了 在投資電子業 你虧了一些錢 虧了一些錢 虧了不少錢 我們可以看到資料 那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任虛 事業不斷的擴張 而且擴張速度更快 這個走到食商啊 各位知道 走到食商就是不斷的在投資 在擴大 在增加他的關係企業 所以喔 在任虛 任虛 各位看到這個任虛 本來這個虛 對他來講 這應該不是什麼好運 但是各位知道 任虛跟任生 他又拱一個油 變成生油虛 油胸又變急啊 生油虛 三會食商 事業擴大更快 食商更旺 生財力道十足 失業還是在擴大 還是在擴大 那當然啦 這個從資料裡面啊 他從61歲開始 他就交幫那個 公司的專業經理人 總經理這一類的 他就自己不幹這一類的 他就是專任總裁啦 負責只有決策部分 在61歲開始 他是專任總裁 那往下走 新油嘛 這個全部都是金嘛 金流生水嘛 對不對 這個八字其實走到金 走油 金還可以 不能走到深金 不能走到深金 當然我剛剛漏講一點 假眼年為什麼獲得 台灣十大紀學家 這衍生四啊 三行啊 其實各位知道 如果說地支有三個字 他碰到一眼 他其實不會行 但是那一年也是有行的情況 沒有錯啊 但是這個是三行王貴啊 對不對 關入貴馬獄行河 一朝變成名了 關入貴馬獄行河 一朝變成名 那一年不是成名了嗎 好 那76歲這一年也非常 76歲這個大約也是 我們只看到 妹妹女報導 她的公司不斷在擴張 公司不斷成長 成長到幾千億了 幾千億了 在新油成大約 好 那麼走到庚森 庚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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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比較不好 因為這個森 全部來把這個四年全合住了 全部合 合了以後呢 這個又帶王神進來 這個帶王神 庚森就是那個王神 一般人有時候走 六親走的時候呢 經常會 會在王神 或者是 在商門 就像那個她父親在任五年 任五年 為什麼在任五年走呢 我經常講嘛 拱腰夾 會出大事嘛 任五跟任身嘛 夾一個胃嘛 那這個胃剛好是商門 所以她父親死掉了 那這個地方她走到王神 那就是在王神年走 88歲王神年 走掉 所以 這個人我想是一個非常 特殊的一個命格 暗衝入馬格 我想我今天特別 把它列出來跟各位做介紹 我希望各位 對這種八字未來呢 會有一些呢 這個 在論斷上的一些幫助 謝謝大家